三世藏书 于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 大父赵于曰 诸孙中维尔号书 而要看者随意写去 于简太仆文公大父 丹千所及 由守则存焉者 会以请 大父喜 命于去 于二千余卷 崇祯遗仇 大父去世 于世王武林 复书及诸地门客 降旨脏货 朝必备乱取之 三代遗书一日尽失 于自垂陶 据书四十年 不下三万卷 以愁避兵入膳 略携树路随行 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拒 日烈以吹烟 并鱼质将干 借甲内挡箭弹 四十年所积 亦一日尽失 此无家书运 此无家书运 亦付水游 于阴探古今藏书之父 无过随堂 随家则电分三品 有红琉璃 干琉璃七轴之意 电锤紧慢 绕刻飞仙 帝姓书士 简暗机 则飞仙收慢而上 除非自起 帝初 必如初 随之书 记三十七万卷 堂前内裤书于东宫立正殿 至修文著作两院学士 得通级出入 太福岳级蜀都马齿五千番 记记上古墨三百三十六丸 遂记河间景城清河 薄平四郡兔千五百匹为笔 以甲乙丙丁为次 唐之书即二十万八千卷 我名中密书不可生计 及永乐大典一书 以堆积数库言 余书指九牛一毛尔 何足鼠哉